台股十月只有一片惨綠來形容 牽涉在月初 因為全球股災暴跌了660點 現在連大戶都被嚇傻了 因為第三季的進場人數 硬生生的比第二季少了一成 在這種時機 有一些投資人 比較謹慎觀望保守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還是一句老話 回到客戈 上市規公司本身的基本面來看 我想終究是一個 回到基本面 也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雖然金管會主委顧力熊 仍然信心喊話 但看看證交所公布的數字 第二季交易金額 在一億到五億之間的中時戶 有一萬兩千多人 但下一季立刻調到了 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五人 五億以上之間的大戶 一季之間也少了七十幾人 總共算起來少了一成 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過去這些高價類股的當充 本來是說我每天都可以當充結束 那二十個交易日 我就可以達到門檻 但是因為過去的高價類股 持續在走跌的原因 所以造成他們的 當充的週轉天數要增加 分析師強調台股第三季表現不好 被動元件 矽金元等主流股也都跟著大跌 盤勢不好 股票賠錢 買盤的信心也當然受到了影響 雖然官方一再打強心針 但這對投資人來說 這一帖安心藥顯然不太奏效 三面新聞林良縣 戴死會台北報導